外焦脆 里松嫩 咸鲜适口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网友说要看一下溜肉段 今天做一下 好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完 五花肉和精肉 切成这个一公分半粗细的条 打些切 配料呢先切这个圆椒啊 料不要配太多 配个颜色就行 现在呢这里面少加点海鲜酱油 三盆口的盐 拌均 有的人问了 这个用不用制嫩一下不用 加入 色拉油 拌两 再加入清水 再加入一点半水 加入淀粉 三两 三两半 别说多少了 你现在要看准 这个壶能挂到什么程度 你能挂到什么程度 是吧 挂壶最高境界啊 做这个菜 要求下锅一炸浮起 并且呢 在这个原料上 带有小气泡 吹一下来了 能看着 啊 骨还薄 再加上水 朋友们看啊 那个油表的 油表的可以记一下 现在是200 啊 200度 六成多一点的油温 现在 将近七成 看看 这不一炸起泡 你看 拿着这个 不能离离拉拉的 那才可以 下一个十了块 二来块 就可以出来了 啊 你看一炸 啊 能起泡 啊 这个糊就不会崩 另外呢 炸出来绝对能是外焦脆 你中嫩那个感觉啊 好了 又该捞了 我捞出来 你看 哎 这样啊 你不要愿意啊 你这里是不是放什么东西了 啊 否则怎么能这样起泡 没有啊 没放 你就使土豆粉 啊 生粉都可以 啊 来 朋友们 看啊 二次冲着 这个时候呢 咱们先 调根 二两半 水 盐 这些 白糖 味精 海鲜酱油 看来加入 少许的老抽啊 过去做这个菜 没有放老抽的 没听说过老抽啊 放入酱油啊 放入酱油啊 白醋 米醋 均醋啊 哪个都行 放在放在糖少啊 糖少 再放上点 水淀粉 水淀粉 有的人做啊 有的老师不做 里头加低香油 有的不加啊 我也不加 再声明一下啊 这个六肉串的配置方法在东北啊 一个呢 配鲜椒 二一个就是啊 鲜椒 青椒啊 哪个都行啊 比较标准一点 常用呢 就是黄瓜条 胡萝卜条 下成寸段 好了 再看看这个 这个就接浸好了啊 接浸还得一分钟 看一下颜色 这个颜色就好了啊 看露肉的地方 露肉的地方 露出红色啊 这就好了 再把 青椒放里 这是配料啊 记住 我这不是青椒油段啊 另外有人问了 说你这个挂这糊 人家有割鸡蛋的啊 割鸡蛋呢 叫软溜肉段啊 记住 现在呢 放入 哎呀 行了 把青椒蒜都下锅了 也行 就这样 你就直到最后 放 放入 烤 好 关火 这个菜呢 看一下啊 我认为这个菜做的 非常的合格了啊 就是这个蒜 放在烧 找了一些 都让我倒进了 好 后放啊 打这个明油之前 放入蒜就可以了 这个也行 反正上下得差个 二十秒钟啊 外焦脆 里中嫩 咸鲜适口 咖啡蛋 蒜香 醋香味啊 你做的时候 就可以了 你就听我念的这个特点啊 你就这么做就行了 好了 有什么需要 网上给我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